太爽了 真凉快 舒服 我这是到哪了 化身成鱼了吗 好冷 怎么感觉有水滴到脸上 原来又是在做梦 我的天哪 下雨了 这么大 快把火熄灭 天哪 装备都快被冲走了 我竟然还不知道 一直被雨淋了这么长时间 赶紧搭建几块挡雨板 哎 哎 哎 OK 现在雨下得非常大 趁此机会 赶紧收集一点雨水 留着以后备用喝 砍几棵树 搭建一个积水器 哎 哎 在岛上还没有喝过淡水呢 一直是靠着水果补充水分 这样下去 肯定不行 迟早会被我吃光的 哎 哎 够了 赶紧回去 雨非常大 再待会儿 我就被零感冒了 嗯 不对 嗯 我的巨型摩托艇 怎么不在这里了 记得就是停在这个地方啊 天哪 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该不会是被海浪冲走了吧 那可是我唯一的交通工具啊 什么情况 赶快找一下 我的天哪 雨下的这么大 海浪掀起了一米多高 这是给我卷到哪儿去了 呜 完全看不见 不行不行 太危险了 我得赶紧回去 别找不到摩托艇 再把命搭进去 我的交通工具 就这么被吹走了吗 两次丢失 我怎么这么惨 都怪我睡得太死了 连下雨了都不知道 现在非常难受 但是暂时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只能等雨停了再说吧 是不应该还是能够的 是不应该还是能够的 说明就好了 如果说你的人 是对你 然后你东西 几个不应该 帮助你 我可以直接试一种 然后还是不应该 那號室 一直以为 重新交通工具 是不应该 我可以 也得不应该 端完全得比方 非常好 了 所以 我可以 对我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天呐 巨型链鱼的皮没显到会如此厚实 整整解泡了半个小时 可算是拨出来了 大概有两米长的一块鱼肉 真是太大了 肉体非常磁势 不行 我忍不住了 去把这个超大块的鱼肉烤熟 多放几个大烤炉 OK 哎 哎 太重了 放上去 点火 nice 净等靠熟 我已经闻到了鱼肉的香味 等了这么长时间 也该烤好了 nice 外表看着稍微糊了一点 但是绝对不影响它的口感 赶紧尝尝 哎 嗯 我的天呐 什么情况 刚才身上一阵酸疼 天呐 我怎么变得这么大 感觉像是一个巨人 oh no 到底是怎么回事 看着地上的东西 我现在应该有四米多高 刚才吃了一块大鱼肉 难道那里面有毒 去试一下能不能靠海水的压力 把身体恢复回来 哎 哎 好像不起作用 不行 太难受了 赶紧上岸 哦 我的体型太大了 根本过不去 竟然还得钻过来 天呐 我现在有点怀疑 是不是死鱼的身体里面 还残有放大药剂的成分 所以我把它吃掉之后 身体就随之变大了 我比较担心的是 两头大鱼都已经死了 我会不会和它们一样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凉了 不行 随着体型变大 我感觉我的肚子非常饿 去找点吃的 哎 哎 现在速度不用爬了 直接可以摘到椰子 看来身体放大之后还是有一点好处的 赶紧回去吃了 放地上 打开 哎 哎 我的天呐 这把师傅也太小了吧 还没有我的一个拳头的 怎么有种莫名的喜感 椰子吃了 我现在遇见了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 所有的东西对我来说都非常的小 弓箭也是如此 武器都好不称手 而且感觉能一把捏坏这些东西 我天 指南针的表盘我都看不清了 这可如何是好 哦 no 我的鱼叉怎么变成了一根木棍 我得去试一下 抓掉小鱼 我去 勉强还可以使用 抓到了两条 好吧 解剖 呃 这小石刀还没有我的一根手指都长 哎 哎 怎么办怎么办 任何工具都没有办法正常使用 这样下去肯定不行 我从这太平洋出去之后可怎么见人呢 别人都要把我误会成怪物了 不行 这有点恐怖 我得想办法恢复回来 现在天已经黑了 我连睡觉都成了问题 小木窗根本容不下我 就在木板上休息吧 明天起床之后 我一定要想办法把自己缩小 好了 我是探险家辉哥 今天我的摩托艇在暴风雨中丢失 唯一的交通工具也没了 而且我还莫名其妙的变成了巨人 行为严重受阻 真的是糟糕的一天 但愿明天会找到恢复的方法 晚安啦 小伙伴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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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